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食当头 三只老虎谁能齐开得胜 给长颈鹿量身高 没想到它们竟是如此胆小 走进云南野生动物园 看看动物们体检 会发生哪些奇异趣事 绿色时空春节特别节目即将播出 2015年世界师弟日活动启动仪式 近日在杭州举行 在启动仪式上 国家联业局副局长张永利介绍 到2020年 全国湿地保有量力争达到8亿亩以上 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55% 全国湿地仍然面临着面积不断萎缩 生态功能持续减退 物种多样性日渐减少等多种威胁 全国湿地保护工作要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 划定落实湿地保护红线 积极恢复扩大湿地面积 大力实施湿地生态修复工程 你好 欢迎收看绿色时空 我是李威 在新春之际我要代表我们绿色时空的全体工作人员 给您拜个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说到这个身体健康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一个习惯 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前不久呢 我们的记者小维却不远万里地跑到云南 去感受了一把体检 听说这次体检很不寻常 到底哪里不寻常呢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明知山牛虎 偏向虎山形 在这里 一项特殊的体检正在紧张地进行 我们现在是要撤这个白虎的攀爬能力是吧 对 然后它检要的过程是怎样的 我们就是把这个肉给它放到树上面 看它要什么时候能上树 上树的时候它什么时候能拿到肉 然后下来的时间力度这些运动状况 原来小维这一回并不是给自己体检 而是要跟着云南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医生 给园里的动物做一次换剂身体情况检查 小维和同医生第一项要进行的 是白老虎攀爬取尸能力测试 因为一个老虎学艺的故事 在很多人想来 老虎是不会爬树的 那么眼下要让这白老虎爬到五米多高的树上 夺取食物 它们能做到吗 为了安全和测试方便 工作人员先将准备好的新鲜牛肉挂在缆绳上 然后通过缆绳将牛肉慢慢滑到对面的一棵树上 树上绑有一圈一圈的麻绳 一来是保护树木 尽可能小面积的被老虎的爪子划伤 二来呢 是给老虎下树的时候增加摩擦力 不会因为一不小心打滑而受伤 眼看着缆绳上的美味离树越来越近 可白老虎并没有有所行动 它是在等什么呢 放肉的时候比如这么高的地方 它是闻着味道 它就能把它吸引过去了吗 就是嗅觉也很敏锐 对嗅觉也很敏锐 它大部分就是靠嗅觉先是判断 然后再用就是在看它的视觉 然后再去锁定这个食物的位置 这么快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整块肉刚贴近树干的一瞬间 树下的白老虎就一跃上了树 把整块肉都咬到了嘴里 在动物界 有不少白色的动物 是因为身体缺乏色素而形成白化体 也就是患有白化病 但白老虎是因为基因改变 引起的毛色变白 属于孟加拉虎的白色变异品种 通常白老虎一胎可以生下二到四个幼崽 不过即使父母双方都是白老虎 生下的老虎毛色也可能是黄色 因此繁殖白老虎并不容易 目前野生白老虎已经十分罕见 现有的白老虎多为人工饲养 因为白老虎稀有珍贵 所以为了保证生活在这里的白老虎吃饱喝足 平日里工作人员还要对它们进行一定的体能训练 来保持白老虎的野性 爬树就是它们应有的技能之一 这一次参加攀爬取食测试的三只白老虎都为雄性虎 分别名为多多 闹闹 咪眼 为了进一步观测三只白老虎的活动能力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把牛肉悬挂在半空中 通过上下升降的方式进一步引诱三只老虎 健健康康过大年 小家伙大块头来体检 美食当头三只老虎谁能齐开得胜 给长颈鹿量身高 没想到它们竟是如此胆小 走进云南野生动物园 看看动物们体检会发生哪些奇异趣事 绿色时空春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为了进一步观测三只白老虎的活动能力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把牛肉悬挂在半空中 通过上下升降的方式进一步引诱三只老虎 三个老虎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有两只是很积极地在争抢 还有一只就好像跟它没有什么事一样就坐在旁边离得比较远 这个是能看出它有什么是有哪方面对劲吗 这个就是不去抢那只就可能就是身体转换可能稍微就比那两只稍微弱一点 它就心理上可能是它觉得它撑不过这两只 如果它再去抢的话可能会受到这两只的攻击 它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为了保护自己它可能就不去增强了 弱肉强食 在动物界这是不变的规律 即使是同一个种群 当有食物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最先上前争抢食物的一定是最强壮或者是地位高的 根据强者为先的基本规律 三只白老虎的强弱情况 在他们面对食物做出的反应中 我们就能推测个大概出来 在一次次的升降诱惑下 闹闹终于发起了与多多的强食 又是一眨眼的功夫 白老虎闹闹抢得了第二块美味 经过三次攀爬取食测试 多多独自将两块牛肉收入囊中 闹闹成功了一次 只有眯眼两手空空 同意是我们通过刚才这个攀爬的测试 能看出老虎的哪些方面呢 我们就是首先就看这个老虎的攀爬能力 然后再看它的四肢的状况 然后再看看它采食的状况 还有定食的状况 刚才就是有两个老虎就成功的上了树 有一个就没有上树 上树的就是体 对比起它那个上树的时间 还有那个采食的那个时间 来说就有一只就相对慢了一点 看你好像第一只上去的 我都没反应过来 它就已经碰上去了 对了 它的活动就算很健全了 对很健全 那个很敏捷活动 就是一看见有食物 心里立马就踩到了食物 另外一个就可能上树 就是没有像它那个一蹦就到 它就慢点一点一点爬上去 就有爬行的 它还是有个爬行的时间 通常白老虎三岁成年 在野生动物园里 健康的白老虎可以活到16到20岁 不过对于这些 一天能吃二三十千克肉的家伙来说 适当的活动和野性锻炼 也是重要的课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蜜眼看来得加强锻炼了 那我们平时对它 会不会有一些单独的在训练 或者饮食上面还有哪些调整吗 这个就是如果要让它以后 都还能上树的话 就在饮食上要给它补充一些 钙质剂维生素 微浪元素之类的 然后就开始平常 给它做一些很简单的循环 比如说排一些稍微矮一点的树 然后就过一些障碍物之类的 然后再慢慢引导它 一步一步的就排树 一步一步爬上去 就其实老虎都是会上树 对 其实都是会的 离开虎山 小微和佟医生 又赶紧前往另一个小家伙的住所 李大姐 我们来给小红毛心情体检了 李大姐是饲养员是吧 对 她是小红毛心情的饲养员 李大姐你好 这还要再消一次毒是吗 因为它是灵长类的科目 和人的比较接近 可以人的有些疾病会传染给它 所以最好要轻轻休毒一下 还能直接触碰它 红毛猩猩属灵长目人科 因全身长着红褐色的粗长毛发而得名 并且红毛猩猩与人类 基因相似度高达96%以上 因此又被叫做人缘 在马来语和印尼语中 红毛猩猩还被译为森民中的人 由于红毛猩猩基因跟人接近 所以与红毛猩猩接触 尤其需要经过消毒防护 避免某些疾病相互传染 理解啊 那他今天吃早餐了吗 还没吃是吗 那我们正好先给他体重 先吹一下体重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二毛 二毛 二毛 二毛下来给你体检了 来 过来呗 不下来啊 你好 我帮你下来好不好 来 毛毛 二毛 乖 过来 他有多大了 他有一岁零两个月 一岁两个月 二毛 坐好 小朋友还是很调皮的嘛 让大家看一下你有多重了 二毛 你看啊 你看 穿完体重吃早餐哦 二毛 坐好 就在二毛调皮着不肯上秤的时候 另一边 大熊猫私家的称重 也正在准备之中 为了保护动物们生活区域的清洁卫生 工作人员进入熊猫馆前 也需要穿戴好一次性鞋套 并用消毒液将双手清洗干净 笨重的电子秤 被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 安放到私家进食玩耍的平台上 每到下午两点 饲养员都会把大熊猫的午餐放到这个地方 日子一长 私家到饭点就知道来这里找吃的 现在我们正是要赶在私家的午饭前 完成他的称重工作 就在工作人员刚刚离开大熊猫馆不一会儿的功夫 私家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 我们下马威 我们下马威 看着私家抱着电线不撒手 工作人员赶紧拿来竹竿和一把竹子 果然还是散发着清香气味的新鲜竹子 更能赢得大熊猫的青睐 经过工作人员的一番调虎离山之计 私家看来是忘记了身旁被破坏的电子秤 跑到游客跟前拍照撒花去了 在所有的胎生动物当中 幼崽体重与母体体重比值最小的就是大熊猫了 2006年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有一只名叫51克的大熊猫 创造了出生体重最轻的大熊猫存活的奇迹 因为它出生时候的体重 还不到正常大熊猫出生幼崽体重的一半 如今8岁的51克已经是一只明星大熊猫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很想知道和它同为8岁的私家 会不会如我们所愿 让工作人员测得它的体重 给小红毛猩猩的身体检查 又进行的怎么样了呢 体检还得继续 半小时候重新接好线路的电子秤 再次被安放到位 经过多次调试 确认好电子秤能够准确读术后 这一次工作人员还特意给私家 准备了餐前水果 这样等私家乖乖坐到秤上 专心享用美味的时候 我们就能获取它的体重读术了 不过这一回大熊猫私家会不会如我们所愿 让一切顺利进行呢 说到这儿我们还是先回育婴室 看看小二毛的进展吧 相比起导弹的私家 二毛虽然一开始不太配合 但是整个称体重过程 也算顺利地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二毛的第二个体检项目 检查牙齿 看牙齿会检查什么 就看下它的这个牙齿有没有长全了 然后它大牙发育了几颗 来 萌萌再看一下 啊 好了 好了 为什么它这下面是黑色的 因为它这个是它的品种特色 就是牙齦就会有点发黑 它这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黑 以前就刚刚下来的时候下面是白的 现在就稍微黑了一点 上面就黑得更多比下面 就里面牙齦还有几个是空缺的 还没有发育出来 这边也是就长了两颗 还差一颗 它长全的话有多少颗牙呀 那就和正常的人差不多 就是24至28颗左右 24到28 一岁的二毛牙齿还没有长全 跟人一样 这时候也需要强化钙质的补充 因此二毛除了每天要喝一定量的牛奶 牛奶中还会加入适量的钙粉 目前世界仅存红毛猩猩最多不超过六万只 其中有四分之三的红毛猩猩 聚居在苏门达拉岛和婆罗州岛上的热带山地森林中 根据国际人员基金会的历史数据 红毛猩猩的数量在整个东南亚曾经有数十万 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红毛猩猩赖以生存的森林林地 有近百分之八十被砍伐或者烧毁 再加上非法捕猎的猖獗 红毛猩猩如今已被世界自然保育联盟认定为严重宾威物种 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二毛的照料也容不得半点马虎 每日的营养餐 屋内的温度都需要有所保证 这么长 红毛猩猩的体温正常是不是会跟人差不多呀 对 和人差不多就三十六点五到三十七点五之间 来 猫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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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好多衣服呀 我们要穿四件 四件啊 穿的真不少 天气冷了 我们要穿的多一点 大姐 我在这里看到这些小衣服 都是二毛的吗 是吗 它怎么有各种不同厚度的衣服 需要穿这么多 我们里面有外面有外套 这都是您给它买的 是的 得穿到几岁才可以 它要穿到三岁 这小行星为什么这么怕冷呢 是因为它比较体质弱还是 它本来是越大的动物嘛 热大的动物 就一直要给它保持一个温暖的温度是吧 是 我摸一下现在小手怎么样 还行 现在挺暖和的 穿的多而且室内温度高 看这空调是每天基本上都开着吗 嗯 一定24小时都开着 嗯 嗯 哎 这真的没那么高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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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差不多了 可以把体温计拿出来了 好 二毛的午餐时间到了 4.6克的奶粉 一碗米糊 吃完后 下午 佟医生还要带着我们记者 再来检查二毛进食后的消化情况 现在我们需要赶往大熊猫馆 赶在斯嘉的午饭前完成体重测试 刚才斯嘉一口咬断了电线 让称体重任务不得不从头开始 这一次工作人员在电子秤上摆上了苹果 希望斯嘉能乖乖坐到秤上享用美味 以便我们获取他的体重读数 这一回大熊猫斯嘉会不会如我们所愿 让一切顺利进行呢 给大熊猫称体重 不料却被这导弹的家伙搞破坏 这一回摆上了苹果的电子秤 能让我们顺利获得他的体重读数吗 近来的长颈鹿身高登记少不了 可是他们机警又胆小 要想测身高难度也不小 二毛的体检还没完 自行取食 他又会耍什么小聪明呢 动物来体检 健康过大年 绿色时空春节特别节目 下期继续播出 您看看 没想到给动物体检乐趣还真不少 有惊险刺激的 有乖巧可爱的 有导弹搞破坏的 光给大熊猫斯嘉称个体重 就得花上小半天的时间呀 如果看到这儿 您还牵挂着二毛和斯嘉的情况 也想看看长颈鹿 在测量身高的时候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那就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的绿色时空 好了 想来这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 农视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